在2019年开始,国家文化和旅游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广东省人民政府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 大家一起举办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艺术节,希望借着这个艺术节促进大湾区九加二城市的文化交流和人才的合作,一起打造一些具大湾区特色的文化品牌 香港是今年第一次担任这个艺术节的主办城市 以多元融合创造无限机遇作为主题 《康禄勤文化事务处》会策划开幕节目统筹超过260项的演出、展览和交流活动 在10月19日至11月24日,在香港和很多其他大湾区的城市是同步开展 这是我们第N多次来到了香港 此次再过来就像来到了更加熟悉的一个地方 就像回家一样 上一次来到香港演出的时候 永春的演出还不到100场 这次我们再一次回到香港演出 我们已经到了203场 所以一路走来 我们也要非常感谢香港的观众 再次见证我们站在这个舞台上 为大家带来永春 也希望这200多场的演出 让我们的演出整个质量更加地精进 演员更加地成熟 能更好地表达出这个作品的精神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这条《声音河流》 它是未来的、科技的 它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一个独特思想 也是我对世界和平的起源 出门了以后变了另外一个世界 每个人低着头什么都看不见 我觉得乐剧本身它的旋律是非常西洋化的 然后但是它有它的特色 怎么能够把乐剧最最 就是说root 最基本的跟我们招筑 然后我们在这个基础上面 我们把它重新改变 然后能够展现大湾区的特色 怎么能够显示出大湾区这个艺术节 又年轻又创新 那更重要的是 能够把中华文化这些优秀的东西带出来 所以我们会拥有很多乐剧里面 非常熟悉的旋律 比如说步步高啊 栗子送啊 这些很有很有 大家一听都很熟悉的旋律 但是我们重新改篇 把它做为一个弦乐团 跟小提琴 跟唱唱的一个作品 那希望通过大湾区这个艺术节 我们的世界首演 我们最终希望能够把这个作品 能够作为香港人代表 带到世界 乐剧的电影 这个是我第一次拍的 所以他找我拍到电影 我几胆都答应 是很有意思 这个意思不止 因为我里面做过许仙 李淑琴是一个年轻貌美的小姑娘 而我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子 要他做一个许仙 做一个年轻貌 我觉得很辛苦 我们是纯粹用乐剧的表演形式 有水旧啊 有唱腔啊 也有那些很夸张的表情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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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